國民黨立委洪崩凱 臉書秀出中華民國國旗 流言力挺遭中國人圍繞嗆聲的 英國鋼琴家卡瓦娜 不要觸碰她 為什麼你叫我們共產黨 為什麼 因為你叫我們共產黨 因為你叫我們共產黨 為什麼你抵制不同的國家 卡瓦娜與中國人激烈遭風 這段畫面傳回台灣 引發台灣政界關注 尤其卡瓦娜高舉中華民國國旗 也讓不少政治人物流言聲援 其中洪崩凱寫道 國旗象徵著自由平等博愛 但卻遭不少網友開酸 強調互不隸屬 謝謝委員發聲 獨台台獨通通一家親 會不會被黨紀處分 更有人直接take洪崩凱 要上國台辦舉報台獨 中華民國國旗 很多國民黨人到中國去了 就不敢提 更不敢拿出來 對中華民國生死存亡 最大的威脅 就是共產黨 台灣不管黨派 凡是認同台灣 認同中華民國的人 都應該要反共 是否為提前布局 2026新北市長選戰 洪崩凱低調不回應 但也顯現當前藍營兩岸立場 旅程劍拔 相互矛盾窘境 儘管國民黨 堅稱定調 親美河洲 類平衡式的立場 在美中之間宛如走鋼絲 想不得罪一方 又不想引起另一方疑慮 依舊是國民黨難解難題 兩岸情勢緊張 國民黨的兩岸路線 從大選前到大選後 恐怕都將遭到嚴厲檢視 近新聞謝謝林育成 財財報報導 大賊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